我跟谁睡啊 雨昕你在这儿发什么疯呢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你干什么 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 我跟齐欣什么事都没有 人家护士都看见了 你半夜三更 从七一生五里溜了出来 非要说人家在闯是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男人 你就给我承认了 雨昕 你别在这儿像条疯狗样乱咬人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跟齐欣什么事都没有 请你尊重我的人格 师兄 我今天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陪我一起吃饭 齐欣 今天喝这么多 行不行 没事的 开心吗 真没事 真没事 师兄 这太晚了 你快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行 那你自己注意点啊 回去当心点 慢点 行 那我先走了 快走吧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拜拜 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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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还行吗 没事 没事 没什么事 你看看你 不能喝酒就别喝这么多吗 难得开心吧 就难得在一起吃饭 自己难受是你自己的事啊 这样吧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师兄 行了 别说话 走 走 慢一点 当心啊 谢谢师兄 当心 来 这怎么办 行 我没事的 欣欣啊 你 哪个是你房间 这是我房间 师兄 你去吧 站哪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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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可以吗 你回去吧 师兄 那个 水在哪儿 我去帮你倒杯水 哦 就在客厅 谢谢啊 好 乃书医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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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我 你怎么回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沈医生 晓妮呢 那个 齐生他喝多了 我刚把他送回来 我先走了 什么情况 他俩不会有点什么吧 你是说提手术的事 不是手术的事 沈医生有女朋友了 谁呀 那个姓什么来着 是姓唐 唐医生吧 唐 不是 另外一个 那是谁呀 齐医生 齐医生 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呢 那天晚上 沈医生是从齐医生的房间里走出来 你确定不要乱说 确定 是小娜亲眼看见告诉我的 你确定吗 准没错 小娜和齐医生是一个屋的 就是齐医生 我来 余希 你怎么来了 我问你 你和齐医生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连你都知道了 你听谁说的 别管我听谁说的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 我跟他没什么事 就是昨天晚上一起去吃了一个饭 稍微喝了一点酒 睡了 我跟谁睡了 雨昕你在这儿发什么疯呢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你干什么 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 我跟齐欣什么事都没有 人家护士都看见了 你半夜三更从七十五里溜了出来 不要说人家在闯是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男人你就给我承认了 雨昕 你别在这儿像条疯狗样乱咬人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跟齐欣什么事都没有 请你尊重我的人格 你干什么 怎么了 心疼的了 你以为你打了他你能跑得了吗 干嘛呢 你们俩 生恨呢 他 可能有事吧 他不是停手术了吗 忙什么呀 可能 还有别的事情吧 是不是 妍妍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你来晚了一步就错过了一场好戏 燕燕能不能少说两句 你男人跟别的女人睡了 我去那儿 你有什么事 我去到我寻找什么事 我去到我上了 那就好了 你才是想看的 不必要讲话 你也可以去到我上了 你自己叫个舞台 我去也放火了 啊 你皮水 你也放慢了 你妈 那我们俩 那么你 你还能放在我上了 就能放过了 我以为你 来 师兄 你怎么在这儿啊 师兄 你 师兄 你的脸怎么了 好 没事 就是和朋友之间有点小误会 没事 师兄 你这到底是谁弄的 要不要报警啊 报什么警啊 这点小伤不需要报警的 还是去找同事看一下吧 七星 你先坐 正好师兄有点事想跟你说一下 好 七星 师兄 什么事 你说吧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点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啊 你也知道 其实 其实昨天晚上咱们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对吧 是啊 不过 虽然没有发生什么 但是你对我做的那些 让我特别感动 那些都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如果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 我向你道歉 如果其他人还说什么闲话的话 我可以去替你解释 不用 不用 师兄 其实我并不介意别人说什么 但是我介意啊 师兄 请你不要再责过你自己了好吗 我们之间是没有发生什么呀 就算是真的发生了什么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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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起床 可能是我让你误会了吧 其实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的师妹 师兄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不用把我当成你的师妹了 我愿意当你的女朋友 季星 其实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抱歉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